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人家说 您好 那提起北欧啊 小白一般好像提起北欧有一个什么词来的 那必须是高冷啊 高冷是吧 但是别忘了 这个在1950年 就和中国第一个建交的西方发达国家 也就是瑞典 即使是到了今天 依然是对多元文化 最具理解能力和包容能力的国家 对了 那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呢 我也非常的愿意看到 中国文化跟瑞典文化之间 有更多的交流和借鉴 甚至说让更多的瑞典朋友 看到我们的中国 对 这个悠久的文化 是 那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少年文化中心在哥德堡成立家俱乐部 就是我们现在拍摄的地方 对 那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呢 其实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心里边的感觉还是有点复杂的 怎么说 第一个啊 就像我前面讲的 我非常的愿意看到中瑞之间 文化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和借鉴 但同时呢 我也知道 一提起少林 可能也有真有假 对 当时我也非常的担心说 这少林能是正宗的吗 会不会是鱼母混猪 对 因为我们知道 提起少林 都知道这个功夫 了得 说少林功夫 假天下 天下第一 但是别忘了 提起少林呢 还有另外一面 甚至比功夫更加重要的一面 那就是少林的禅宗文化 那但是我来到了哥德堡的少林文化中心之后呢 我发现 这还的确是正宗 这种说到这个正宗 我觉得 首先受趋一致的就是我们世行学师傅 对 跟世行学师傅聊天以后呢 我得知 他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武僧 八十年代的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那时候他也经常代表少林寺到世界各地去参加文化交流 对 表演功夫 对 那一身的这个功夫应该说那个时候应该是一点不含糊 一点不含糊 一点不假 对 是练这个金钟罩铁不扇的 非常了不起 他后来世行学师傅呢 他做过这个腿部的大手术 最严重的时候这个腿啊 都弯不了 但即使是这样啊 有一天我跟小白在这个少林文化中心里面 体验的时候 把我们摔的跟纸片一样 是的 当然除了十行学师傅呢 我们还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少杰师傅 对 你像少杰师傅 也就是现在中心里面的这个武术教练啊 他从小就是在少林寺里边长大的 这个经历我相信不是谁都能有的 不是谁都能有 那之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拍的这两分多的一个短片里面 有少杰师傅展示的少林七十二决议之中的双边 当时我也是非常的开了眼界了啊 我是很震惊 拍摄的时候我也是很害怕是这东西能不能 伤到我呀 真的是很 应该说很威风 的确是不一样 这个功夫绝对不是一年两年就能练出来的 肯定不是 那么既然听了我们说那么多 我觉得心动不如行动 对 因为我知道少林文化中心这一块不只有武术的这一块 对 还有茶道 对 还有 禅修 禅修 对 所以说非常有幸的就是如果您生活在戈德堡 或者戈德堡周边的话 全方位的来体验一下少林文化中心里面的各种文化 从禅修到茶 再到功丰府 我相信如果是您平时啊 如果有机会到少林寺真正去体验的时候 更多的可能是一天两天的这种游客的这种游客的心理 走马文化 然后就看一看 但是很难真正深入里面去体验里面的到底的这个这个文化 这个冲击力是怎么样的 对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文化中心不只是在就是扶植我们在戈德堡生活的华人 我觉得更多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基石一样 它希望能让更多的瑞典朋友们也能体验到 你像现在这个中心里面 血缘应该说绝大部分的这都是瑞典本本地的这个血缘 对 都是瑞典人的血缘 是 就是华人血缘还相对比较少一些 还真是 对 那么所以我我们希望就是借我们之口 对 能把这个少林文化传递到您那里 然后您带着家庭带着家人和朋友在这里体验 对 把您体验之后的体验感觉 对 传播给您身边的瑞典朋友或者说世界各地的其他朋友 这个我相信对于我们华人整体来讲都是一个挺有面子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对 那介绍了这么多 我相信您可能现在心里面应该有一定的感觉了 应该挺痒痒的吧 那闲言少叙 接下来就请欣赏我们当时为少林文化中心拍摄制作的一个小短片 大概两分多钟 如果您觉得很好的话呢 也希望您可以把这个短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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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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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下 下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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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 好 那是 好 有些人都 你看 都不見 都不見 沒有那麼痛 那 好 好 我要 好 一 від